山丹芝麻场海拔约2850公尺高 自新元前121年 新汉名将霍去病再次屯兵木马 致近有2140多年的历史 奔跑在这里的马儿身上都有自己的编号 不同的数字和字母代表每一只马的家族来历 像我们山丹芝麻 它屁股上都有一个A字 大小字母A 它就代表的就是山丹芝麻 巨麻场费时数十年所培育的山丹马 其特点是体状具耐高原特性 毛色也讲究 在以前的巨麻培育过程中 它有五项标准 首先一个就是毛色 它不允许有白色 山丹巨麻场占地约329万亩 草原面积达188余万亩 等于光麻场草原就将近整个新竹县 中共建政后军马场一直都是由共军部队管理 直到2001年9月 随大陆国防军事转型 军马需求缩减 于是边路甘肃的央旗 转型朝旅游发展 今年我们旅游业游客比较多 每年截止现在是旅游人口达到5万人次 旅游产值我们每年就是1000万左右 旅游产值换算成台币4310万元 下一阶段将举行首届赛马节 预计在7月下旬登场 未来将朝赛马和旅游方向前进 记者林县佩玉甘肃采访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